香港少女潘晓詠2月8日和姓陳的男朋友去到台灣旅行 期間不時在社交網站鋪文曬幸福 但就在回來的當日,潘晓詠竟然在酒店裏被男朋友殺害 屍體疑似被藏在行李箱裏 被男朋友拖著離開酒店 再搭捷運到足原站附近棄屍 陳某棄屍之後獨自返港 潘晓詠爸爸見女兒遲遲未回來 分別去到香港和台灣報案求助 案件才因此曝光 香港警方在3月13日抓了姓陳的男人 他就對謀殺事件直認不為 而警方找回來的屍體已經報私放野近一個月 嚴重腐爛而且傳出惡臭 需要通過DNA驗證死者身份 潘晓詠媽媽已經去到台灣協助調查 而且在藏屍地點招運拜祭 有消息指潘晓詠生前已經懷孕 陳某懷疑他出軌而爆發增執 不排除因此動殺機狠下毒手 香港和台灣之間沒有引導條例 香港亦不可以驅逐或遞押陳某出境 目前只可以列為境外罪案處理 而陳某返港之後在死者的銀行戶口 提取8500元港幣而構成盜竊罪 在3月15日在香港提拓 法官將案件押後到4月12日再審 mer程 4月15日 前度 穩之過 感谢观看